iPhone的相簿真的很容易所有照片都混在一起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如何整理并且分类你的相片吧 使用iPhone的大家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应该都觉得有点困难吧 因为iPhone它相簿的建立方式 其实跟过去所有像是Windows的系统 它的归类方式的思维非常不一样 iPhone相片的系统它有点像是一个大数据的感觉 就是你所有的照片都会在图库里面 然后如果你要另外去搜寻或是分类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建立相簿 或者是它自己其实有一个自动分类的系统 但是那个分类系统它能够辨识出来的东西其实有限 然后像是你平常出去玩的照片 如果你事后没有分类然后要回去找的话 你就要花一段时间去把它搜寻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新增你自己的相簿 让你事后要去寻找的时候更方便 那首先我要先讲一个概念 就是在你相簿的图库里面 你所有的照片都会存在这里 不管你今天有没有新增相簿 例如说你今天新增了10张照片到你这一本相簿里面 那你今天如果把这个相簿删掉的话 它依然会储存在你的图库里面 所以相簿只是一个让你比较快取得你照片的地方 并不是说你这张照片真的储存在这个相簿里面 好那首先要新增相簿 我们就先点到这个相簿的选项里面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这边我们可以新增相簿 那另外你也可以新增共享的相簿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新增相簿 然后你就可以帮你的相簿命个名 命完名之后呢按组存 接着呢它就会让你选你要加入这个相簿的照片 选完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呢这个相簿就新增成功了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从图库里面去新增照片到你的相簿的话呢 你就先按一下右上角的选取这边 然后呢你就去按你想要的照片 选完之后呢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分享键在这里 然后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加入相簿 它就会让你选择你现在现有的相簿 或者是你想要新增一个相簿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先新增到刚才的那本相簿里面 那如果你在相簿里面呢你想要移除照片的话呢 一样是按右上角的选取 然后去选择你想要删除的照片 然后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垃圾桶 然后它会问你说你是想要从这一本相簿里面删掉 还是从你手机上面完全删除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从这个相簿里面移除的话呢 你就选这个 就是它还是会一样存在你的手机里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如何新增共享的相簿 就是如果今天对方也是使用iphone啊 或者是他有iCloud的话呢 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同一个相簿 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这边会有一个新增共享的相簿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帮你的相簿命个名 然后按下一步 手机人这边呢你就去选你想要共享的对象 加入完成之后呢按一下右上角的制作 这边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相簿了 然后对方也会收到你跟他共享相簿的通知 然后你们两个可以一起编辑啊或新增照片 然后接着我们回到上一步就是相簿的地方 这边呢我们来讲一下如何管理你的相簿 例如说排序啊或是删除 首先呢在我的相簿这边选这个显示全部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编辑 然后这边呢他的左上角就会出现这个简号 点下去你就可以删除这个相簿了 他会跳出这个视窗 然后注意一下呢他上面有写说 你今天就算删除这个相簿呢 里面的照片一样会储存在你的图库里面 那回到上一步 这边呢如果你想要更改他的排序的话呢 你就拖曳你就按住 然后把它拖到别的地方就可以更改他的顺序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在同一个相簿里面 怎样跟给他排序的规则 例如说由新到旧啊 或者是由旧到新 点到一本相簿里面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里面呢有一个选项叫做排序 下面就可以选择说你是想要从新到旧 还是由旧到新 这样就ok了 然后今天如果你同一个相簿啊 或者是你在图库里面 想要搜寻特定的档案的话呢 例如说我在这本相簿里面 想要去找影片的话呢 我就按一下右上角三个点点 然后选择过滤条件 这边例如说我想要找影片的话 我就把它勾起来 或者是这边有一个已编辑 意思就是说你曾经编辑过这个照片或影片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然后按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他就会把影片筛选出来了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过滤条件移除的话呢 就按一下上面的这个选项蓝色的 然后按一下所有项目 然后按完成 这样子他就回来了 然后今天除了相簿之外呢 你也可以新增资料夹 把很多本相簿丢进去哦 首先呢回到我们刚才相簿的主画面 在这边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新增资料夹 那这边呢可以帮他命个名 那这个资料夹 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新增相簿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有一个七天的旅行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 新增七本相簿之类的 那新增的方式呢 就是进来之后 按一下右上角编辑 然后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就可以新增相簿了 接下来下一个我想要讲一下 iPhone里面自动分类相片的功能 首先呢在相簿的选项里面 如果今天要找一个你很久以前拍过的截图 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选项 他就会把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萤幕截图都放到这里面 那如果今天是要找一部影片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这边点影片 你手机里面所有的影片就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在最下面这边还有一个输入记录的选项 就是今天如果你是从电脑啊 或是其他人的手机传送图片到你的手机上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从这边看到那些档案 然后另外呢iPhone里面还有一个搜寻照片的功能 那这个搜寻其实有一点妙 就是你不太确定说他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例如说我在搜寻栏这边打猫 他就会自动辨识出所有有猫的照片了 当然他辨识的准确度是没有很高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搜寻一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搜寻看看 我再试一个例如说我搜寻海 他就会把所有跟海相关的照片都显示在上面 然后他还会出现海鲜 就是他如果有侦测到海鲜的话呢 他也会显示在上方 利用这个方法呢大家就可以很快取得你过去曾经拍过的照片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新增相簿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非常好用整理相簿的技巧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哦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费用牺人的医生 我们下次再谈网 我们下次见